今天要吃的这个东西 你绝对没有见过 如果你见过 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大 信不信 这个东西叫油锣 这是我的手 这是这个锣 它外表就是特别的光滑 就像粘液一样 大不大 我觉得我有必要清洗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光滑了 你看 转的多换 停一停 停一停 牛逼吧 我是花了400多块钱买的 买到这个锣真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找了很多家 没有这么大个的 5.5斤重 大家看这个锣啊 上面全都是纹 我一直闹不明白 这个是啥 这是锣有尾巴吗 咱也不知道啊 为了方便把它取出来 我们先要煮一下 煮个10分钟 这是我们家最大的骨了 10分钟 我发现呢 煮了以后 这个肉呢就变小了 看 OK 现在呢 我们把它掏出来 噢呦 这么硬的吗 我这么硬吗 我的叉都变形了 还用手吧 这啥情况 看我身上 这上面是有这个黏着的螺肉 就是它 黏的还挺紧 清理一下 太恶心了 马上回来 就是上次呢 我吃海螺中毒了 不知道的可以去往前翻 好多小伙伴说我吃了它的肝 会导致头晕 确实我晕了三个小时 今天呢给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地方能吃 什么地方不能吃 我也是刚查的 听说呢 这个地方是黄 但是看起来怎么也不像黄 对吧 不管了 等会尝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 好像是苦胆 这个绿色的 肝脏一定要找到 我怕我在中毒了 肝在哪 这么大一个 我原来在这 在这 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 切一下 我这个好像一根口条 就是猪舌头 哎呦 这个是它的肝吗 不知道 扔掉 这个已经切好了 这么大一盘 我们今天继续烤海螺 好吃 松茸 哇 我整整放了一整袋的蒜蓉 接下来 我们就等着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螺就跟一口锅一样 然后我刚才偷吃了一块 它就最外边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啊 很硬 几乎呢咬不动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这么硬的肉 好硬啊 400多块钱 不会让我这样糟蹋了吧 尝一下它里边这个 这个肉 嗯 这个地方还好 来一口 哇 它里边是很嫩的 这么一大份 我觉得够我们家吃一顿了 这个地方 是不是它的黄 看看 很软 就外边那个有颜色的纹路的那个地方 就是它表层会很净 去掉的话里边就会很软 哎呀今天呢我们试试了一下这个油螺 椰子螺太大了 啊很关严 很关严 这个螺呢我们就吃到这 总之呢 呃确实很大 呃够我们全家吃了 等会儿拿下去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就是喜欢下一个视频 别忘记关注频道 转发想开想要更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